2020年中国两会 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这一消息让许多香港人为之振奋 香港民间智库湘江智会会长周博展 向记者描述了他获悉消息时的心情 啊 终于中央出手了 这个是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好事 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2013年成立的湘江智会 是由香港各界别资深人士组成的民间智库 为应对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缺位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该智库相关课题小组耗时一年 根据形势变化不断研究更新 于近日发表了基本法23条立法研究报告 周博展表示 虽然现实人大提出的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方式 与基本法23条有所区别 但却更为适合当下香港的形势 通过对香港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 周博展表示 香港市民早已对香港的国家安全立法呼声甚高 周博展说 立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没有安全作为前提 不仅长期的稳定繁荣成为空谈 就连基本的好好生活都难以保障 研究结果更表明国家安全立法 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 差不多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有这些条例的 大家很喜欢拿美国来说 美国的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有20条最严重的刑法是死刑 针对香港少数反动势力 正企图妖魔化涉港国安立法 在社交媒体贩卖即将丧失言论自由的恐惧思想 周博展说 言论自由与港独思想有着本质区别 全世界来说都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一定有一个红线 在我们香港 香港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裂的一部分 所以你提到港独 香港要独立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禁区来的 所以这个不是关乎你的言论自由 这是国家安全 国家的领土 国家的政权的完整方面